雷霆的2017-18赛季已经结束,由于拥有三巨头,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输给走廖海沃德,正在重现中,有一个新秀绿领的球队,但是这一切又都在意料之中,因为他们磨合廖一个赛季,到最后打球的主要方式还是巨星三战模式。 即使威少后面击场非常狂暴,本轮长均29.3分12板7.5柱,但是他的表现获值60分,前面四场打得很差,高光埃德太迟,特别是被卢比奥报的那场真的太不应该。 赛季结束,接下来雷霆的最大问题是,三巨头留存问题,谁留谁走,或者都留下,从三巨头共存角度,很多人都认为乔治应该留下来,更年轻,打无球更好,三分投射也更好,防守更好。 反光安东尼,系列赛长均11.8分5.7篮板,1.7抢断,投篮命中率37.5%,三分命中率21.4%,拔球命中率73.3%,进攻端安东尼在长时每百回合得到95.5分,当期不在长时每百回合可以得到111.6分,相差16.1分,虽然很多人支持乔治留下,但恰恰相反,乔治可能出走,从常规赛时起, 乔治就屡屡拒绝雷霆给出的续约合同,猪球他的球队也很多,从胡人,尼克斯到火箭等,阻碍乔治留下的寒有雷霆本身的工资帽,本赛季他们总薪资1.38亿仅次于骑士,联盟第二季,按照上赛季公布的1.01亿工资帽,大约奢侈税起征点是1.1亿,所以本赛季还要缴纳4000莫的奢侈税,因为是阶梯制度,所以远高出2800莫,本赛季1.38亿是因为 唯保罗乔治货,有1951末,他已经拒绝雷霆的4年1.2亿,所以势必是更大合同,因此雷霆若保持现有阵容工资总额就1.5亿左右料,这奢侈税到时候更不得了,加上安东宁有交易否决权,他的大合同未必处理得了,看起来乔治出走基层定居,这饶头的烦恼,也或有丢给雷霆管理层料。 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